每个人都会有梦想 不论是什么年纪、什么阶段 都总会有一些很想去做 或者很热爱的事情 问题是你只是坐在那里想 还是付诸实行 如果说梦想 真的舞台就是我一个很梦想的世界 我很喜欢舞台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 梦想不能够当面包 我一定要找一份工去养家 结果我就入了旅游业 但是很幸运地 我发觉我自己很喜欢旅游业这份工 我不能够因为它是赚钱的 于是我用赚钱的心态去面对我的工作 我仍然是用一种很业爱的态度 去做旅游业 所以在舞台和旅游业两样东西里面 我都没有省力的 我都是会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因为其实两样工作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梦想 追梦听起来好像很浪漫 但是实质上是一件很艰苦的事 因为你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 可能还要碰很多次钉 而且这些只不过是第一步 其实我很幸运 就信了主之后才参加舞台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令到自己是 时时刻刻知道自己是一个榜样 要成为一个人 所以从事舞台的时候 虽然我会遇到有不开心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差不好 自我价值很低的时候 都会有上帝康复 亦都给我在舞台剧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里面 我都尽量做到包容 忍耐 有时虽然忍不住 但都尽量忍 成为一粒盐 在舞台活动里面 希望可以潮和每一个人 梦想是没有终点的 因为追逐梦想是一生的过程